吴易哥哥 音音过一会儿回家去拿小提琴 我们一起给阿姨过生日 吴易哥哥 下雨了 你臭娘们 让老子喝酒 你喝呀 喝呀 这是我给我妈妈准备的她的蛋糕 咱们一定要保护好她 吴易哥哥 你应该是陆家的亲戚大小姐吗 告诉你 给老子生了孩子 你就得伺候老子一辈子 你死于人 再来一次 我一定摸坏了你这位仁渣 跟我父亲断绝关系 哈哈 你忘了一世 忘了你快回去啊 你那个有钱的爹 他还认不认意 妈妈 你快想想 你还没过生日呢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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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说白呀 老子 你还可以给我回来 老子打死你 妈妈 他打了 我眼花救的我 妈妈你别睡了 这年老子给你吃给你喝 你觉得你舍不得这个臭丸呢 老子我就送你去县堂 吴依哥哥 妈妈 吴依哥哥 我叫陆志远 是你的外公 你是我外公 那妈妈呢 茵茵呢 他们怎么样啊 您快救救他们呀 我来晚上一步 明华 他没能抢救我回来 那茵茵呢 他怎么样啊 什么茵茵呢 就是跟我一块的那个女孩子 是他救了我的命 我来医院的时候啊 就看见你一个人了 没看见什么女孩了 你先养好伤 我答应 帮你找他 不过 不过什么 吴依 他杀了你 已经被判处了死刑 从今以后 你是我陆氏 唯一的继承 改回你的本命 叫陆霄柳 我 十五年了 外公说只要我站得够高 就一定能找到你 看你究竟在哪 陆总 机房已经定好了 行程将会在一个半小时之后准时开始 你应该找到吗 还没有 光凭一条手链线索真的太少了 音音你怎么了 吴依哥哥 他们都说我手上的疤很丑 是真的玩丑吗 谁说的一点也不丑对了 听说你要回城读书了 就把这条手链送给你吧 刚好能这档 终于手腕上的伤疤 恩无一哥哥 你以后能凭这条手链 认出阴影吗 当然 哪条阴影不见了 哥哥一定会凭这条手链认出阴影的 继续着 我学生经过加大到50万 是 一眼 妈妈身体不行了 你嫁给陆小玲 在那待过一年 玲珈就是你了 那是我跟你妈一辈子的心血 我不想交给一个坏人 只要我在陆市 待来一年 完成对爸爸的承诺 就能够临时了 少奶奶 今天是您第一天到陆市上班 陆总说 让你们在办公室等他一会儿 他马上就回来 谢谢 那我先去忙了 少奶奶 我才是陆家少奶奶 死了 萧领哥哥要是知道你 未经允许进了他的办公室 肯定会马上把你赶出陆市集团 但是现在现在是想要 他也可能会赶出了 但是我还要赶出了 你赶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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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易哥哥 你现在过得好不好 有没有摆脱那个家暴的父亲 陆总 今天少奶奶第一天上班 您看要不要安排一下 连言对象而已 我没派他去扫 毕竟已经够对 要不是外公敌 你怎么可能去 是 您是一是都是找公路事 咱们这样做 会不会不太合适呢 林总去世之后 集团一直是他那个秘书张爽门的 您是都已经被带姓张了 我给你个这个英文面子 好像没那么 是陆总 欢迎你路总回开 小英哥哥你出差挺算回来了 我可想你了 谁在那小弟姐 我警告我所有人不准随意进出我的办公室 为什么还有人在里面 我都没关系 他还没关系 你还没关系 我这小弟姐 我我这一口 你还不应该把它看上去了 你还没关系 我已经没关系 你 ум不应该 你是 李女人 陸小林 谁让你进来的 没经过我的允许谁让他进来的 陸总 是我知道 林小姐今天要来入职 所以才自作主张 让他来办公室等您 不是 诺琳 刚刚明明 你别问我身上泡脏水 萧领哥哥 全公司上下的人都知道 没有你的允许 谁也不能进你的办公室 更别说动你的小题型了 我看都是他手键 非要动你的东西 够了 姜爷爷 全公司上下就你进出我的办公室最多 别人有胆子让他进来吧 萧领哥哥我 姜薇薇 你再交别 那你就停止一个月 繁星好了再来 是萧领哥哥 可他是您的新婚妻子 我想着你出差回来 肯定要见他一面 所以我才让他进 妻子 他也配 陆小林 动用你的东西是我不对 但是我是你们陆家 正当光明娶过去的太太 你说话有必要那么能听 丁一眼 要不是为了林氏百分之十的股份 我根本不可能娶你 更不会让你来陆氏上班了 原来跟我联姻的条件 是林氏的股份 难怪会打印得这么痛快 她就是林氏那个大小姐 不就是一个龙子吗 一个龙子也能当上总裁夫人了 我看她呀 上班第一天就感动陆总的小提琴 不仅龙还道德败坏 说不定以后呀 要做出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来 说不定还偷人呢 我没有 闭嘴吧 我再说一年 没经过我的允许 谁也不准随意进出我的办公室 要不然就给我卷铺盖滚蛋 萧林哥哥 我就知道你不会喜欢这个女人的 我接着帮你教训她 萧林哥哥说的没错 碰了不该碰的东西 就得给我跪下道歉 你放我 你还敢抵抗 谁让你不知好歹 碰了萧林哥哥的小提琴 给我跪下 行了 都给我滚出去 今天的事到此为止 以后要是再有人敢动我的小提琴 别怪我客气 抱歉路总 下次不会 出去 那我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戒指 我倒有个好主意 能让林语言 身败凝联 哇 好漂亮啊 等我长大了 给你买个真的戒指 怎么样 萧林哥哥 等我长大了 我要赚好多好多的钱 这样就可以保护你了 哪有女孩子 保护男孩子的呀 哥哥 保护你就够了 你 刚刚有个女人动了我给你准备的小提琴 别生气 我已经教训过她了 那是留给你一个人的 戴你的戒指 我也已经准备好了 可为什么我还是找不到你 就算你在天涯海角 我也一定会找到你的 路总 路总 会议马上开始了 江秘书 你有什么吩咐 你去 把路总桌上的戒指拿过来 让林语言带上去会议室送咖啡 什么 可是路总说过 他办公室里的东西都不让别人碰了 怕什么 他不是萧领哥哥的新婚妻子吗 他俩还没办婚礼 你就说 是萧领哥哥特地给他准备的婚戒 我就不信他不敢 是 碰了小提琴 萧领哥哥就气成那样 要是他戴着戒指出现在萧领哥哥面前的话 死了 你就等着被赶出入室 这是什么 这是路总给你准备的新婚戒指 他现在在开会 让我把它给你 快戴上 可是他刚才都那么生气了 我还是不要 你 虽然我们路总对所有员工都一视同仁 但你毕竟 你是文艺的陆太太嘛 你们没有举办婚礼 但戒指不能少 你说是不是 再说了 他刚才对你那么羞 你也是拉不下脸来 他让我把它给你的 真的 或许 这真的是他的一番心意吧 他怎么来了 等会儿又好 你的咖啡 你 给你领是吧 干什么 是不是你的嫁给我 东西你就能随便乱点谁 到底什么东西 谁他妈让你动真理戒指的 这不是你让他们给我准备的婚戒吗 婚戒 你配 就算是婚戒 轮得到你待会儿 刘兄弟 就算我们只是商业联姻 你也没必要这么对了 一枚戒指而已 这 一枚戒指而已 能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 萧林哥哥 发生什么事了 萧林哥哥 发生什么事了 冰冰 我再警告一次 别乱动我东西 小提琴也好 戒指也好 都不是你动的 谁准你动戒指的 我看你是不找记性 小薇薇 是你干的吧 萧林哥哥 他恶人先告状 分明是他想在你面前表现 却诬蔑我 从我进公司第一天你又针对我 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 你谁装不作样 是你碰了不该碰的东西 动了不该动不认 那萧林 动了你的东西是我不对 可是无论如何 也轮不到姜薇薇来插手我们的事情 是你插足了我跟萧林哥哥 就算你跟他是合法夫妻又怎样 你只是一个笼子 拿什么跟我争 可是我是他法律意义上的妻子 谁承认你是我妻子 那萧林 既然你这么看不起我 那我们就离婚 离婚 刘彦 你该真不会以为你在这段婚姻中 有话语气 是 是 是 你父亲生前和我签的心理 他一开口就要拿你了三个人 还白送林氏白知识的广分 可能 我爸爸不会做这种事情 他说联姻只是缓冰之计 一年以后我就会混离 这上面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 一年以后 林氏集团的所有骨 归他的情人张绍梅所有 你该真不会 他会把集团交给一个听不见的笼子 那就胡说 林氏是我妈妈跟他两个人的心血 他让我联姻 也是为了让我更好的接完林氏 上上梅现在应该很开心 不费追灰之力就得到了林氏 还用你这个笼子 白白白得到了三个亿的注资 冰言啊 你可不可赔啊 把他带下去 好好教一教集团的规章制度 不该进的地方别进 是 萧林哥哥交给我吧 你能带我来卫生间干什么 你凭什么嫁给萧林哥哥 不见得死笼子也配吗 嗯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哎 第一天上班就给我找不痛快 要不是你 我才是他的妻子 你们俩把那个挽住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我小脸的 我小脸的 找什么呀死笼子 原非以为你是一个千金大小姐 没想到 是连亲爹都不要的妻子 怕是死了也没有人在乎了 嗯 哈哈哈哈 哇 我一姐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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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小姐 看清楚上面的个吗 这就是你 到 这是吗 明天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啊 我也是 起托把的水倒进下水道可惜了 便宜你了子棱子 瞧我这记性 我差点忘了 你现在没有中听器 是个真笼子了 是吗 听不见没关系 能感觉到痛就行 你不是最爱乱动 小林哥哥的小提琴吗 那我就让你这双手 再也碰不了琴 那我为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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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哎 為什麼這樣對了 為什麼 因為你搶了我的消灵哥哥 這就是你的下場 什麼主意 還用力氣說話呢 是不是我折磨都還不夠狠啊 折騰你這麼久 樂了嗎來 我請你吃點好的 好吃嗎好吃嗎 誰讓這個世界上 沒有疼愛你保護你的人呢 那我就發發慈悲 讓你早點下去啊 誰在裡面 我門打開 誰在裡面 我門打開 誰在裡面 我門打開 發行的怎麼辦 我自己把我趕緊握手 害了嗎 他現在有這麼前外面的聲音 我們打他 該動 不滾出來 救護眼救護了 慢慢給我打他 竟然還在咬我 都怪你把小林哥的招惹過來的 我又不想 你把小林哥的招惹 打開 最後一張 救護眼神 啊 褲子你要找的人 快就找到了 我們通過行人行事找到他 或者注意的情人家 應該就是你要找你 你去過 難道 我今天真的要死在這了嗎 還要吃嗎 這是噴露了 你現在買了 我的一個 這個就是 楊明 這有一個 那你賣了 看下去 我添誇了 我添誇了 這個我添誇了 要不做 你是 唇博 怎麼為了這麼多人 萬一離你連真的就是移民啊 小秘書 路總說讓我快來看看 這裡邊 發生什麼事了嗎 沒事啊啊 那些人他們整天滾水摸魚的 我教訓教訓他們啊 是嗎 我剛才聽見有人說 里邊那位 里邊那位是誰呀 怎麼沒說 你們聽錯了吧周助理 我什麼都沒說呀 路總說讓我找零小姐 我找了一天了 公司裡外我都翻遍了 就是沒找著 你說 是不是你把他關起來了 你少胡說八道 誰的聲音 你不許進 幫手放開 你們關的是誰 里面沒人 你們都不許進 小秘書 裡面關的是不是少奶奶 少奶奶 他不過是林家 不要的女兒一個龍子罷了 我跟了小李哥哥這麼多年 我才應該是陸家少奶奶 他有什麼資格當陸家太太 他要是沒資格的話 那你更沒資格 小小李哥哥你怎麼回來了 我不回來 你是不是就要在公司圍伍作昌了 我怎麼敢啊 事情不是這樣的 你聽我解釋嗎 我看 哎小李哥哥你你不能進去 這是女廁所啊 我不解釋了 爸爸 你不能不能不行 遲起來 啊 滚過去 對不起 我來吧 怎麼幹的啊 阿東東 當時江秘書只是我在那 小李哥哥沒有他們胡說 我他媽是不是你幹的 小李哥哥我 吃了個死龍子 不是是林語言他自作自受 他非要惹你 小助理 走 給我教訓教訓他這張蠻嘴謊話的 是 小林哥哥我我知道錯了 可分明是分明是你 你讓我交代集團的規矩的 我只不過輕微的教訓了他一下 再說一遍 我陸蕭里的妻子根本給他教訓 再多說一句話 讓你智商嘴再也說不願望 他不過就是陸氏養的一條狗 還真把自己當主人了 就是就是 您這好歹也是名震言順的路上門 一群狗嘴裡吐不出象牙的東西 勾弊隊在公司公然領悟同事 你讓我閉嘴啊 周助理 在 陸總 好好教訓教訓他們三個 讓他們把洗手錢給我打掃的一場 不然 拍下視頻發到網上 然後再主廚公司 全行業府上 這種垃圾留在社會上 也是火狠 是嗎陸總 陸總我們真的知道錯了陸總 陸總 陸總我還要養家骨口 我真的不能離開陸氏 不會出去 我出去 我知道錯了你 你不能太太離開 我跟了你這麼多年 你不能跟你的龍子結婚了 只要他死了你就是我的對不對 啊對不對 周助理 走 把這個瘋子給我扔出去 走 放給我 把這個瘋子給我扔出去 放給我放給我 對不起 我帶你去 好 或許爸爸說的沒錯 結了核恩 就能有個依靠了 红绳玉环 这莫非是萧领哥哥 一直在找的那条手链 那条手链是我跟盈盈的鞋 红色的绳子上传着一个玉环 一定要找他 只要能找到玉环 我就一定能认出盈盈 我手链的 我手链的 刚才那个死笼子找的手链 难道是这条 这样 这个是我的手链给我吧 这是你的 这个是我哥送给我的 你的手链怎么会出现在这 我哥是路子的助理 刚刚说拿去帮我修手链 没想到转了就找不见了 难道是掉这了 难道真的是我用错了 还真是没条手链 小叶 我看到那条手链了 就在林语言手上 你确定林语言 就是路总一直在找的那个人 红色绳子穿玉环的手链有很多 但是路总说了 那条手链很特别 上面刻着一个字马一个字 只要确定上面有没有字母 我们就能确定他特别 废话别那么多 你就告诉我 怎么样 才能找到那条手链 我刚才看到路小叶 捡过那条手链了 等他走了之后 你去测试看一下 说不定都不找到 喂哥 我确认了 这条手链 就是路总一直找到那条 小叶 你确定吗 红绳玉环 啊 上面还有科字 每一个细节都能够上 太好了 只要你成功成一一 咱们周家就飞黄同达了 就再不用看电话 就没人脸色了 错了 接下来 我应该怎么样拿着这条手链 出现在都不面前 那相信我 你放心 你会安排的 我确定好行程 我通知你 好 原来那条手链是真的 林语言真的是萧领哥哥一直在找的音音 注意一个见语 萧领哥 伟爷哥哥 你想怎么不好躺着 医生说你伤势很重 得窝床休息 这天气 这天气了 你的助听器有点损坏 我让医生重新定制了一个 等做好了 我第一时间拿给你 他还给我准备了新的助听器 他怎么会 面的这么温柔 你不是掏腰吗 为什么还要求 抱歉是我的错 我没想到你会在公司碰到这种事 我至少 得保证你的安全才对 那结婚 好像也没有那么糟糕 对了 我有个东西想跟你确认一下 怎么了 我先接个电话 你好好休息 我回来咱们聊 陆总 清水镇那边来消息 阴阴小姐找到了 你说什么 侦探觉得您特别忙 特意给我打电话过来了 说在清水镇那边 见到一个带着红绳玉环的女孩 年龄也没得上 可那条鼠链我分明才见到我 不打听过了啊 说是阴阴小姐的 那个玉环上刻着一个X 您确定您之前捡到的那个 也刻着字呢 糟了 我怎么忘记 确认这么重要的标签 把拍车来接我去清水镇 立刻 马上 陆总 少奶奶还在医院住院着呢 让刘管家来 照顾林彦 是 也是 也是 林语言要是阴阴的话 肯定会一醒来就找那条手链的 我说 林语言 我们离婚吧 为什么 我们不是刚刚才见了 我心里有别人 容不想你 是姜维维吗 不是 但是这也不是你该关心的事 总之 离婚以后 作为陆家少奶奶该给了部长 我一分都不会少 能不能不离婚 不管你想不想 这混质早都要离 回林家吧 林家已经不是我家了 你亲口告诉我 现在离婚的话 不知道该去哪 那就现在陆家好好养伤 等需要好了再说 你之前说 你之前说 会保护我 是真的吗 我答应你在陆家养生 不意味着我们婚姻会继续 林语言 婚姻你回来 对不起 我这辈子只会跟姨姻在一起 陆总 我会提前将陆总引到情绪阵 你提前过去送好准备 你放心大哥 我一定会抓住机会的 愣着干什么 还不开车 是 哎 你伤口还没愈合呢 你在找什么呢 你好 你有没有看到一条手链 上面有一个玉环 玉环上面 有一个x的刻字 我没有看见 那我来医院的那些衣服呢 应该都被 扔在医院的大垃圾处理站了 哎 你不要命了 那条手链对我很重要 我一定要找到他 哎 现在的人 为了一条破手链 连命都不要 他都不行 没问题 你跑多远我都能找到你 找到了 我问你看看 你给我的手脸找就好了 对不起 林远 我们离婚吧 你给我的手脸找就好了 你给我的手脸找就好了 如果真的离婚的话我还能去 清水车 忙忙的家在清水车 我一个个的家也在清水车 这么多年 我还在那 我这个人 我看你 我看你 不是我吗 我说你 你我看你 我看你 盯总 路总 龙所 胸水真到了 音音小姐呢已经在咖啡店等我们了 林语言 他怎么会在这 林语言怎么会在这 能不成他已经知道陆总是无意了 不消灵怎么会出现在清水城 陆总 是你 真的是你 爷爷 我终于找到了 这么多年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多辛苦 容易哥哥 我也好想你 这么多年 你过得好不好 有没有受欺负 没有 我过得挺好的 你看 我现在不是好好的站在你面前吗 吴亦哥哥 我先去个洗手间 回头我们再慢慢聊 小叶 林雨妍也来凶水镇了 要是陆总发现林雨妍的真实身份 我们就玩完了 凶行 哥 你想办法把林雨妍处理掉 他还留着迟早是个祸害 给我找人处理到林雨妍 是什么之后 三百万 对不对 你干什么呢 啊 陆总 我跟我妹聊天呢 呃 陆总您有什么吩咐 你 我今天就要带音音回生室 这么多年错过的 我要全部补偿给她 你去把兰幽院的房子准备一下 我要送给你 兰幽院 那可是十几亿的房子呀 只要是音音想要的 不管是房子 车子还是珠宝 就算是天上的星星 我都会送给她 没想到她既然对音音这么上心 只要小玉成功冒名准替 那这些以后就都是我们的了 到底去哪了 这里这么大 应该不止只有那一份讯人启示吧 你们是谁 与其问我们是谁 不如问问你自己得罪了什么 不该得罪的人 是江维维叛悟 什么江维维老子不认识 老子知道今天有人要取你的命 你放开我们咱们你还想跑 把他给我拖住 老大这牛肠的真不辣呀 细皮能肉的 一会让你小子好好躺 别碰我 贝子只要你家哥爽一爽 哥会让你舒服的 别碰我 这些年你去哪了 十五年了 我找遍了绅士怎么都找不到 不过还好 一切都过去了 是啊 是啊 我一哥哥 十五年前我从医院醒过来之后 就怎么样也找不到你了 那次你有没有受伤啊 嗯 没有 这些年我过得挺好的 就是有点想你 那就好 这些年你还又在了一小提琴呢 什么小提琴呀 小时候你经常拉着我去小西边听你拉小提琴 我记得那时候你手上经常有厚厚的琴 啊 是啊 后来我忙于学业 就没有再拉小提琴了 我都快忘记怎么拉了 是吗 我还以为能再听一次 你拉那首曲子 时间过得太久了 我都有点忘记怎么拉了 你 你还记得我为什么送你那条手 我 不记得了 你骚我 你根本就不是你 你骚我 根本就不是你 你这条手链是门来的 说 我无意哥哥 这条手链真的是我的 你是不是真的 我看看你的手腕就知道了哎路总 路总 有可能这个时间确实过了很久了 音音记不得了也不一定的 无意哥哥 你怎么这么这么胸 我好害怕 周助理 把他给我扔下去 是 下车 你这条手链 你可真是把我手的团团转呢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那条手链分明就是林云颜 他就是萧领哥哥一直在找 而你 是想冒名顶替他得到萧领哥 对不对 江卫卫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喜欢路萧领 那你为什么要冒充 如果萧领哥哥知道真相的话 不光是你 就连你哥哥也会落得跟我一样的下场 你 我不喜欢路萧领 我和我哥哥想要的 是过世路加的权 你呢 我已经被赶出身世离开路市 可我不甘心 我要你帮我夺回萧领哥 我要重回他身边 不过 在此之前 得先除掉 你是想落出 我和他认识了这么多年 他不会相信我是他找的十五人 但你可以 我可以帮你成为音音 等你拿到路加的钱 就把萧领哥哥还给我 好弄心 就把萧领哥给你脸了是吧 好 就这样吧 给你脸了是吧 啊 看什麼看 拍那種車的人是你高攀得起的嗎 你也就是拍和我們哥倆玩玩吧 是吧大哥 你糟糕 不知好歹臭婊子 還治不了你了 我為哥哥 對不起 我堅持不下去了 啊所以他們這麼不長人 把他吃進這兒了 李宇言 陸小禮 周主理 開車回去 李宇言有危險 陸總 這兒怎麼可能會有這兒會掉頭 結果滾下去 感動了陸瀟靈的你 活夠了嗎 你說你是誰 陸瀟靈 那個 紳士大名鼎鼎的陸氏集團總裁陸瀟靈 你他媽要是陸瀟靈 我他媽就是你爹 啊 這 他他 走從哪兒去 我已經報警了 不信的話 那就等警察來了解決 陸總是陸氏集團的總裁 紳士的地產大王陸瀟靈 大哥 誤會誤會大哥 我們只是想跟這個死龍子玩玩玩而已 沒有我 瀟靈 是你不能這樣啊 是陸 陸大人 我們全部知道他是您太太 我們要是知道的話 我們也不敢在太室同樣鬥走吧 請問你忙過我們 鬥開 你幹什麼 我 我們也是拿人錢才提人辦事啊 還請陸總 饒我秘密 是 我今天 你睡覺 你做什麼 這 交給你們 是陸總 是 啊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 饶了我们吧路总我们错了 我们真的错了 饶过我们饶过我们吧 饶过我们吧 李永远 你为什么会出现的凶水镇 路总 调查过了 小奶奶去凶水镇呢 就是单纯的去放松了 去玩了一下 只有那些愤愤呢 就是当地 十恶不赦的坏蛋 刚好一网打尽了 我知道了 哎 等一下 那女人戴着手链 到底是怎么回事 路总 您不是已经调查清楚了吧 怎么还怀疑呢 即使过了再久 音音也不可能忘记我送她手链这门 你出去吧 是 哦 我一定要知道当年舅舅发生了什么 才能成功让小姨冒名顶替 林语言 姑且在让你狗活一段时间 这个是我小时候端完不小心摔倒 手摁到上面才受伤的 音音不想受伤 没事 有了这条手链护身 音音再也不会受伤了 也没人会嘲笑你 谢谢你 不疑哥哥 不要 你笑了 好 丽巴 我我在呢 那是你 你两个告诉我 你说上班是怎么来的 我小時候不小心打碎了我 被碎片割傷了 那你小時候 有沒有人送給你一條手臉 說可以擋住你手上的 有一個哥哥送給我一小手臉 他叫什麼 他叫 他叫 他叫什麼 他叫 誰讓你進來的 陸總 臨時集團的張秘書打了好多個電話 需要跟您談一下雙奶奶的事 告訴他我沒空 陸總他有別的聲音 陸總這事十分鐘要你必須得去一趟 你先去忙吧 好 那你等我一下 我馬上就回來了 你先好好休息 他給我看看 他有很多招呼 你先去 怎麼這麼做 你去工作 你可以來 oss 我就回頭 他人呢 現在正在醫院樓下等你呢 林玉岩 你怪不了我們 要怪只能怪你自己命不好 林玉岩是嗎 這是你先生為你訂製的豬聽器 你試試看 謝謝護士 謝謝 孟老 林氏集團的張秘書打了好多個電話 說要跟您談一下少年來的事 三個億注資的事 你想就別想 難道陸氏集團的股價 還比不上這小小的三個億嗎 我加速融資 也是為了早日繼承林氏的主人 林氏在我手裡 總比在那個聽不見的龍子手裡強 這裡有林語言 在陸氏和在清水證被人玷污的證據 還有你陸總親口提出離婚的錄音 陸總就算不在乎林語言的名聲 難道連陸氏集團也不在乎 算什麼東西 敢威脅我 算什麼東西 我一心一為林氏付出 我忍辱負重 不求回報這麼多年 拿到林氏才受英格的 你住口 你住口 林氏是我爸和我媽 白首有起家 一手打造起來 你有什麼資格要林氏 你怎麼不在病房好好休息 我原本以為 你是為了錢 才當我爸的情人 沒想到你做這麼一個局 是為了得到整個林氏 語言啊 我好歹 也是看著你長大了 林氏集團是你爸白紙黑紫青筆簽下承諾給我的 你說話不要亂談 長輩 你也配當我的長輩嗎 我問你 我爸逼我跟陸氏聯姻 是不是你一手設計 你三個億的合同 是不是也是你逼著我爸牽涵 還有 從一開始 到我爸病逝 是不是都是你在背後倒鬼 把什麼放大了預言 你不會真覺得你爸要多疼你多愛你了 我實話要告訴你 我繼承林氏從一開始就是你爸決定 你胡說 你胡說 我爸很愛我的 他親口答應我嗎 會照顧好我一輩子 怎麼可能是他的意思 好 我承認 當年你失蹤的時候 你爸爸在病床前照顧你 他的確可愛 可人都是不變的 你動了多少次手術你不知道 到最後還是個聽不見的籠子 他已經受夠了 你說的不對 我爸他很愛我的 他在我出事的時候 特別生氣 爸跟外婆大吵一架 說他沒有照顧好我 還有 你外婆在你出事後不久就去世了 你不就是個禍害嗎 你不信是吧 那你就看看你爸 出事之前給我發的信息 少美 你無名反甘了我這麼多年 照顧語言這麼久 臨時以後 我會交給你的 他耳朵聽不見 唯一能為臨時做的 恐怕只有聯姻了 這麼多年 他花了不少錢吃了耳朵 卻一點起色都沒有 早知如此 不如當時就讓他死在清水陣 你放心 我會在離開前收服他去聯姻 為你結婚集團 打下基礎 立元 媽媽身體快不行了 林忠泉唯一的願望 就是你能找到一個好的位子 我跟陸祥林的外公很熟 你嫁過去 我才能愛情得在 爸 我不想結婚 我想一輩子陪著你 只要你嫁給陸祥林 在那待滿溺蓮 林家就是你的 那是我跟你媽一輩子的心血 我不想交給一個壞人 玉顏 你是爸爸的心丹女兒 從小就是我一點一點把你帶她 就算爸爸求你啊 那以爸爸最後一個月好嗎 原來是這樣 原來爸爸一直都在騙我 我對他來說 唯一的價值 就是靈異 你們說的沒錯 是未來一個籠子的 你現在終於知道 她根本就不愛你 你一個小女孩 又是一個聽不見的籠子 她怎麼可能把臨時交給說了 要不是念著你從小死了媽 看你可憐 她連騙 都不想騙你 我讓你別說了 玉 玉顏 你有病吧 玉顏 張小偉 沒事 我才 我保護你 我告訴你 她從來就不是被人丟來就去的妻子 她是我陸小臉的妻子 是陸家名媒正娶的少奶 你再敢動腿下事 陸總 才結婚沒多久啊 你就愛上這個籠子了嗎 周助理 你來醫院對面的咖啡館 接上了你們和病房休息 張上衛 你別以為所有人都跟你啊 為了利益不擇屬於 我警告你人心不足舌豚響 你早晚有一天會為你現在的所作所為 豬豬代價 副總 現在擋不去 別答應他 나오�ih price 到你 因為你身上的 不是 你啊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哈 都是散播吧 這 eyeball 這 eyeball 算了 這 eyeball 你怎麼在這 手倆還我 吳麗哥哥 你不想旅行小時候對茵茵的承諾沒關係 可是這手電是你送給我的 還陪了我整整十五年 你怎麼能說拿走就拿走 你說廢話手倆還我 你手上怎麼會有爸 吳麗哥哥 小時候我就告訴過你 我手上的爸 是十五年前不小心碎掉的晚上留下的 你不記得了嗎 可是上次我問你 吳麗哥哥 你還記得十五年前我們是錦峰開的嗎 那次是 我腦不受到政策 失去和一半激烈 有好幾年我連吳麗哥哥都不記得 原來是這樣 我還以為 是你心裡有了別人 甚至才故意把我趕下 都怪我 都怪我當然我不好 我不應該適應 我不應該忘記吳麗哥哥 行了好了姨姨 都是我的錯 沒想起來是吳麗哥哥的錯 對不起 這麼多年我終於找到你了 吳麗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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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吳麗盛枇 對嗎 吳麗哥哥 吳麗哥哥 打架枇言 不著他 等著他 語言的一切 不值得嗎 小鈴哥哥 我有點累了 你送我回病房休息吧 你你先好好休息 我公司有點事 等會兒回來再陪你好嗎 吳亦哥哥 在這裏陪我嗎 我不想一個人待著 乖 聽話 我很快就回來 好 那我等你回來 剛剛那個女生 跟你是什麼關係 真正的茵茵已經找到了 林玲言手上的八個剛好這是巧合 這件事跟你沒關係 沒必要知道 我是你名正言順的妻子 我有資格知道 我心裡有別人 用不下你 他就是你說的欣賞 1 隨便 我吝嗦 女生 不是 你 我 你 的妻子是陸家明媒正確的少人 你不用說了 我知道答案了 你還沒告訴我 算給你手煉的那個人叫什麼女子呢 路總不用知道 畢竟這件事情也跟你沒有關係 不是嗎 而且我也沒有必要告訴你過去 好 那我現在告訴你 我之前說的每一句話沒有一直是真心話 自己的父親我愛你 你指望你連一天丈夫都已經好嗎 你還沒告訴我 你乖呀 林田 別忘了你身份和初見 你沒有資格讓我過 我是沒有資格 至於要離婚的話 就儘快了 出院之後 我會先回路家收拾情 你放心 你也會有人進出院 蕭嶺哥哥現在對林語言的態度已經有所不同了 我一定要把林語言趕出路家 可是我要怎麼混進路家呢 有辦法 你來這裏做什麼 你來這做什麼 我沒想到 你為了假冒林語言竟然真豁得出去 鬆開 實不相瞞 我今天來這兒是跟你談合作的 什麼合作 林語言明天就要出院回路家 你找個理由把我帶進路家 我保證 只要你們幫我奪回蕭嶺哥哥 我就能把林語言 出路家 穩固你的身份 幫你們 和我帶進路家一起 我憑什麼相信你說的 沒關係 我不建議告訴蕭嶺哥哥 你只是個鬧 而林語言 才是他要找的音 你 有本事你繼續說呀 我看他信不信 我可不打沒有準備的仗啊 我 有本事你繼續說呀 看他信不信 你 竟然敢錄像 那麼 合作愉快 好吧 我答應 肖嶺哥哥這一次 我一定要得到 肖嶺哥哥 肖嶺哥哥 我不想在醫院待著了 我最近身體狀況很好 我想跟你回路家好不好 依依 你還沒完全恢復 現在醫院好好療傷 吳依哥哥 你是因為林語言那個女人 所以才不想帶我回家是不是 沒有的是 那是為什麼 如果我一直不記得十五年輕的事情 你是不是就不會這麼照顧我 如果我永遠不記得我是音音 你是不是就不會要我 你是音音 不管你記不記得 你都是我的音音 肖嶺哥哥 我不記得以前的很多事情 你也忘記以前 我們重新開始好不好 你叫我小一 我叫你肖嶺哥哥 我問你音音和無異好不好 對不起 當年要不是為了救了嗎 你也不會失意的 對不起 不要說對不起 我們會永遠在一起的 小嶺哥哥帶我回路家吧 好不好 帶你一下 我跟他類似的 我受到一個人 我是小嶺哥 每次 幾位 你也不平 給他家人 你也不平 卻 你用這輛 我跟他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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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好朋友他來照顧我 他臉上的疤 是小時候不小心留下的 希望大家不要吵 這位小姐怎麼看著那麼眼熟啊 肖凌貴哥 你說笑了 我朋友是剛從鄉下來的 你怎麼可能見過他呢 你們進去 嗯 陸小林 你要帶他回來 你等我收拾好行李吧 我們還沒離婚呢 小林哥哥 我有點累了 你帶我回房間休息吧 啊 陸小林 你有什麼資格問我 別碰我 我們回房間吧 小林哥哥故意對林語言表現的這麼冷淡 不會已經愛上他了吧 不行 我一定要趕快行動 我也看看 我原本以為遇到了一個 和你一樣會保護我的人 原來這個世界上 除了你沒人在意你了 小林哥哥 少喝點酒 一会儿让萧领哥哥喝了这杯牛奶 他似乎已经对林语言动心了 我得不到他的心 他的云 不一定有的 谢谢啊 怎么回事 头怎么这么远 你是不是太累了呀 我扶你回床上休息吧 啊 小岭哥哥 我终于能得到你了 小岭哥哥 怎么是你啊小岭哥哥 啊 啊 小岭哥哥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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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開 你來幹什麼 你放開我 你放開我 你放開 你要有血球 就去找你帶給你 你什麼妻子 我還能去找誰 我不是 我不是 總一把他帶回來那一刻去 我就不是了 你裝什麼情歌 在清水中被一群男人圍著的 難道不是你嗎 不是我即使看到 早就 別說了 放開我 別放開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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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說什麼 告訴我 你說上你八十字 那你小時候 有沒有人送過你條手邊 說可以擋住你手上的吧 回哥哥 你等一下 你醒醒你告訴我 你是不是回哥哥 你在幹什麼 你們竟然背著我幹這種事 不是 我們昨天晚上幹什麼 你是不是嫉妒小禮哥哥喜歡我 所以才故意下要想跟他同房呢 我沒有 沒有的話他怎麼會出現在你的床上 你們結婚這麼多年 他從來都沒有碰過你 要不是你主動勾引他他怎麼可能 小禮 我真的沒有 我有話要問你 你哥哥哥 他不會以為 只要跟你發生了關係 你就不會跟他離婚了吧 運氣好 還能生個孩子 這樣就更不用離婚了 還能保住他和林氏 一輩子的榮幸福 你好歹也是林家大小姐 怎麼那麼不要你胡說 昨天晚上明明就是 林遠 你別以為和我有了夫妻之事 我就會認你這個妻子 有沒有都一樣 你不信 你不信 昨天晚上究竟怎麼回事 你都不記得 我要是想勾引你 我何必等到今天 是嗎 我這兒有錄音 他有喝牛奶的習慣 一會兒你把這包藥 倒進他的牛奶裡 一切就大功告成了 你還有什麼好說的 我沒有說過這樣的話 證據確鑿你還敢狡辯 這難道不是你的聲音嗎 我去拿牛奶的時候 親耳聽到的還能有獎 說實話 到底是不是你幹的 陸小禮 你不信我 當初為什麼又把我救回來 當初是我小看的 你為了林氏 可以嫁給一個素未蒙面的人 這怎麼可能跟我離話 林氏已經跟我沒有關係了 你一天裡面都聽到了 所以啊 你怎麼會心甘情願的 再放棄錄飾這個考生 清水鎮的事情 說不定也是你一手錯話 別瞎說 行了 我原本以為你是一個籠子 想讓你慢慢接受我們 沒想到你跟我玩新奇 這人在 十五年不久 你為什麼變成這樣 什麼聲明年 你說什麼 什麼聲明年 你說什麼 你是誰 我為什麼提不起來 我為什麼再也碰不了小天心 你不知道嗎 小林哥哥 你別聽他胡說 你為什麼就是這麼在意他 你答應過我的 說你會成痛 你說你會哭 小林哥哥 小林哥哥 我脫好痛 你扶我回房間休息吧 小林哥哥 只沒想到 我等了十五年 找了十五年的人 今天會變成這樣 他爸早就不記得我了 既然如此 那過去的一切 也都沒有意義了 你來幹什麼 當然是看你可憐 來告訴你真相呀 你是不是 在找這個 這是我的手臉 原來是你的呀 可惜了 現在 他的主人是我 你還給我 你知道陸小林 為什麼這麼在意 都是因為你呀 你 什麼意思 你怎麼知道我的手臉 看來你不僅 還傻 看清楚了沒 陸小林在意的人 一直都是陰陰 你手上的吧 為什麼 實話告訴你了 我早就知道你的真實行 也早就知道陸小林 一直在找的人就是你 所以吳亦哥哥沒有忘記我 是你頂替了我 那要怎麼 還記得你剛進公司那裡 他之所以婚禮的生氣 是因為你偷望他給陰陰 主人的小提琴 還戴了他給陰陰的戒指 你給我換給我 你換給我 我一定會被他 揭穿你們的好丫 是嗎 那就看看他是信我 還是信你這個勇者 你快下來 快來人 救命啊 有人要殺人了 小林哥哥救我啊 我好了 殺人了救命啊 我們兩個快出去救他 快上來 救命啊 這少奶奶也真是的 這少奶奶也真是的 不喜歡少爺帶回來的人就算了 居然還想置人於死地 她就是個籠子 本來就配不上少爺 本來就配不上少爺 現在居然還想害死人 真是個惡毒的女人 謝謝你們救了我 要不是你 我可能就要死了 李雨妍 我知道你不喜歡我 但是我沒想到你竟然想要害死我 我什麼時候要害死你 明明是你自己帶來去的 你還得看好 我剛才在下面看得清清楚楚 你們要是補信 可以查監控 真的 怎麼這麼野獸 你到底是誰 怎麼這麼野獸 你到底是誰 林玉妍 我知道你因為小嶺哥喜歡我 所以記憶 但你要真的不想我在陸家 但你可以直說 為什麼要做這種事呢 吵什麼呢 再去 黃總 沒什麼事吧 陸小嶺哥 我要見他 我也話跟他說 陸總 陸總在後面呢 你怎麼這麼野獸 楊勇哥 你今天不在家 李爺他竟然想要殺了我 不是你不是這樣 是他 是他想要搶走我的手鍊 然後把我摁在楊家上推了下去 要不是有人看見 我可能就再也見不到你 你 瘋了 明明是我的手鍊 你是我的手鍊 你是我的手鍊 什麼意思 他根本就不是你要找的音音 你胡說八道什麼 你忘了嗎 十五年前 潔水柴 音音 我那個吧 這個手鍊 是你送給我的 你說戴上他 就可以抓住我手上的吧 我忘了 手鍊可以被強奏 但是傷疤不 我手上這道包已經十五年了 他的包很細 只要找醫生來看 就知道哪個是新傷哪個是救傷 那條手鍊 我 是我之前跟你說過的 我丟了的手鍊 這山巴也是 你問過我的 你 你真的是我的 你就是我要找的 胡亦哥哥 你終於認出我來了 真是我的 這麼多天你去哪兒了 胡亦哥哥 他是在騙你 你忘了嗎 他是林家的女兒 是林家小姐 怎麼可能會在清水鎮 那種瘋箱僻壤的地方 跟你遇見呢 你是我外婆家 我每年暑假都會去清水鎮的 你都忘了嗎 你有什麼認罪 那條手鍊 是我第一天進陸氏集團的時候 丟了的手鍊 後來是被你撿到的吧 你胡說 我根本就沒進過陸氏 怎麼可能會撿到你的手鍊 胡亦哥哥 你一定要相信我 你有沒有去過陸氏 那他監控就知道 你 我聽說陸氏集團實行是明日 不是集團員工根本聽不到東西 我壓根就沒在陸氏就職過 怎麼可能會撿到你的手鍊 你到底有沒有在陸氏待過 陸氏信息上都有記錄的 周助理 把這三年的陸氏信息掉出來 還有那天的監控也掉出來 我倒要看看 到底誰在找我 陸總 近三年的陸氏員工信息都在這兒了 但是 確實沒有一個叫周易的員工入口制 沒有 真的沒有 確定 一個都沒有 那監控呢 最近咱們集團這個監控 在進行排查 咱們都無先查看 但是 周小姐既然都不是咱們公司的員工 她肯定連咱們公司進都信不了 所以這個看不看監控吧 也沒有什麼必要 是吧陸總 你還有什麼好說的 陸玉妍 聽者自清 我是真沒想到你看著這種異異異的 居然想得出來這麼傲 怎麼說得了我沒有 到底是怎麼拿到這條跟我一模一樣的神 李宇言 你弄 我得道歉 把小葉的全部資料 從陸氏集團的發明所詮圖上 再給我發一份 集團的監控事別也想過 你都全部回答 如果陸總問起來 您知道該怎麼說的 如果我拿到陸家的錢 你們要多少不感謝 我 你挑守戀明明就是我們 我憑什麼要道歉 你為什麼就是不能相信我一次 你為什麼就是不能相信我一次 說話要講證據 我看這就是你為了不離婚 找的一個藉口 知道小嶺哥哥放不下我 所以才故意冒充贏 你拿不出證據 就只會在這 不知悔改的狡辯是嗎 是他今天親口來告訴我 那條手鍊是我的 他從我這搶過去的 證據的 小嶺哥哥 你們不要跟這個蠻水晃 一個女兒都被割捨了 我看你就應該趕緊跟他離婚 把他趕出陸家 他真的不是靈異 那個陪你度過暑假 跟你拉小嶺琴的人是我 小嶺琴 那天你們忙過生日 被你爸爸夾跑 一去保護他 後來我跟你爸爸 用酒瓶子找到了碗座才倒是失蹤 就再也沒辦法拉小嶺琴了 你 我 你胡說 那次事故我根本沒有失蹤 而是失意 我早就找人問過了 你語言失蹤 是因為腦腫流影子 根本不是外力所致 這說什麼呀 難道我的身體 你比我更清楚嗎 我 你比我更清楚嗎 小嶺琴 小嶺哥哥 我有他的患者 上次在醫院 我就擔心他英文身體的事情 或者不跟你靈活 所以我特意去找醫生問了他的身體狀況 這上面分明寫著 林玉妍腦部有腫瘤 醫生判斷這個才是導致他失蹤的主要原因 我的耳朵是外力導致的 根本就不是什麼腫瘤 盧小嶺 你相信我 我從小到大做了那麼多次手術 我怎麼可能不知道 不是放開吧 你真的不是櫻炎 林玉妍 我覺得我們兩個 現在都像個瘋子 為什麼你們所有人都會相信我 為什麼你們所有人都要離開我 哈哈 哈哈 是時候把這個死籠子趕出去了 他多活一天都是禍害 這次蕭嶺哥哥應該是徹底相信 只不過我們把他趕出陸家的東西 怎麼樣才能治他於死定 我聽說有一種藥可以慢慢破壞耳朵的內部結構 等他徹底滾出陸家死在外面 蕭嶺哥哥壓根不會懷疑到我 他們說 要給李語言下藥 цу 李語言 我不信你這次還能逃過這一劫 我要怎么出转周宇的阴谋呢 对了 照片 好痛 怎么回事 是你们 为什么你们在设计我林语言 你的死期到了 你要干什么 林语言再见了 不会真的死了吗 死了不正好 这碗质雅的药他已经喝光了 就算他醒过来 他是再也开不了口 林语言 林语言 叫救不救我 来自来 我来自来 走 你对面 他也不择 SOL 你起来了 Tomb 一起这 aquela 您知道 windows 要谈起 院长 让出听器拿去检查了 你是说 他注定机场的东西 导致他有多人亡 你才会有血的 这只是我的初步诊断 他的衣服上 还有大量重要的痕迹 会造成生态损伤 还好送来得及时 不过也需要 一段时间的恢复期 能够正常开头说话 重要 是 具体要等检查结果出来才知道 不过 他暂时没有了生命危险 再观察半小时就能出来了 谢谢 你胡说 妈 我早就找人问过了 林语言失聪 是因为脑肿瘤引起的 根本不是外力所致 哦对了医生 我想问一下 他是怎么失聪的 这个原因能处理吗 这得结合病人之前的就诊记录 和病例才能瞎判断 那他的脑肿瘤 可能是导致他失聪的原因吧 我们并没有从他的脑部 cd 中发现有肿瘤啊 你 你 这上面分明写着 林语言脑部有肿瘤 医生判断 这个才是导致他失聪的主要原因 我看看 我的耳朵是外力导致的 根本就不是什么肿瘤 老师兄弟 你相信我 我从小到大做了那么多次手术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难道周易真的是骗我的 可检查报告又是怎么回事 天爷 你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又敢不敢信你啊 林语言 你命还真是大 这都死不了 不过 你现在不仅听不到还说不了话 怕是会生不如死 好 没想到竟然真的是脑肿瘤 没想到竟然真的是脑肿瘤 你难道真的得了脑肿瘤 原本只是用来糊弄萧领哥哥的误会 没想到竟然成了真 这可真是天宫作美啊 你现在感觉我怎么样 抱歉你先生 是我们的税务 李小姐脑部确实长了一个 我们的十分隐蔽的位置 所以这些人都没发现 弄成了 弄成了 我们也很抱歉 我们也很抱歉 一定会给林小姐制定一个最合适的制药方案 滚 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散不平 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散不平 那个竟然怎么还没死 命运的天宫不还是飘向我们这边了吗 林语言现在都脑流了 她不难备了多久了 周易 你趁这个机会 让萧领哥哥签了离婚协议 然后跟她结婚 林语言对她撒了这么多话 萧领哥哥一定气死 她绝对会答应你的 你确定 你没本事让萧领哥哥变成我的 到时候婚礼上新娘的位置就得让给我 萧领维 你别得罪念识 周易 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门战 你别想又要钱又要用 我爱了萧领哥哥这么多年 我一定要得到他 该和他结婚的人是我 谁要是敢阻止我 我就 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 我送上去 我带你 林语言现在人在医院 身体虚弱 是最好下手的时候 我一定会敢在你和萧领哥哥结婚前 把她解决掉 你去哪兒啊 怎麼這麼晚才回來 我好想你 沒什麼事 跟這兒就行 我們結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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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意哥哥 你願意去 音音旅期嗎 你跟林語言離婚 我們結婚吧 怎麼說 我怎麼說話來了 你嗓子受傷了 我过一段时间 别着急 是周一和另外一个人 是他们害了我 你想表达什么 你现在不能说话 好好静谈 对了 照片 照片 我们离婚吧 不要和一英九 你刚才上手机 是想给我看什么 也是 他要想相信我 早就相信我了 无论 是不是 一夜 你对了 有没有过 一点点喜欢 我以前有因为 对不起 你何止是没有认出我 原来我也从未没有走进你的心里 陆氏集团总裁陆萧领 今日宣布将于10号举办婚礼 并当场公示和林家大小姐林语言的离婚协议 林氏现任总裁张绍梅表示 陆萧领违反了婚前的协议 要求陆氏赔偿林氏三个亿作为补偿 难怪这么迫不及待要离婚呢 三个亿 又是三个亿 你的家属呢 你最近养得不错 可以尝试开口说说话 谢谢 对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怀孕了 不过孩子还小 才一个多月 宝宝很坚强 所以你也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我竟然怀了陆萧琳的孩子 你的身体越来越好了 为什么你的家人会来看看你 我没有家人 那你先好好休息 有事在叫我 我现在连最后一个残忍也没了 连最后一个残忍也没了 陈月妍竟然还没 你是谁 你竟然问我是谁 你竟然问我是谁 啊哈哈哈哈哈哈 周巍卫 怎么 你以为我死了吗 今天要死的人是你 住手 今天要死的人是你 坐手 周巍卫 你怎么在这 哈 你就是小姨帶過人家的 是我又怎樣 你別過來 你先把我放棄再說 你別過來 你是在人往前一步我就殺了你 我們過去 你放開他 放開他 我就算放開他你也不會放過我的 你我不如讓他跟我一起死 你冷靜點 放開他 好 之前時候的事 我們都可以一筆勾銷 一筆勾銷 我愛了你這麼多年 卻比不上一個出現幾個月的籠子 怎麼可能一筆勾銷 放給他 行啊 只要你答應我一個條件 你說 只要我們做到 我一定會愛你 不要你跟我結婚 下一個 小梁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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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怎麼回事 陸總理 陸總 趕緊把他帶走 放開我 放開我 小梁哥哥 他們一直在騙你 他們說的也還一直在騙你 小麥 你在胡說什麼 原憑我看你虎容可憐 才認下你做姐妹 沒想到你竟然為了博取同情 故意裝虎容 現在還在這裡倒打一旁 周一你個賤人 你們兄妹倆都會天大連逼 不得好死 陸總 這個風女人胡說八道 我現在沒辦法 我別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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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胡說肉怎麼會放我你 走 滾下 我說 你說誰是兄弟 他們騙我什麼 你說誰是兄弟 他們騙我什麼 周一和你的助理 他們一直在欺騙你 他根本就不是音音 你女人太心裡找了這麼多年的音音 我是他們給我灌了藥 把我推向音音 他們說你是真 不是 胡說的到底是自己真 胡說 小林高高 他們都在胡說 林語言 你還在周 你有什麼證據證明他就是音音 我能證明 周一手上的手鍊 是從我手裡搶過去的 還有他手上的疤子 是他假扮音音自己划傷的 是 是 是不是真的 假的 小林哥哥 他們說的都是假的 小林哥哥 他根本就是個精神病 所以才會說些讓人聽不懂的胡話 我前幾天 就覺得他說話奇奇怪怪的 所以就在他去精神科做了個檢查 不查不知的 沒想到 他竟然真的有精神病 他在撒謊 他在撒謊 我剛剛還在想 他怎麼會污衊我呢 收到醫院上來的報告才出來 原來是有精神病 你 我 小林你在說什麼 我沒有精神病 小林哥哥他們在怨問我 我沒有精神病 我不在想 是 我 走 放開我放開我我沒有病 我沒有病 哥 怎麼辦 我 難道 我真的要在婚禮上 把新娘的位置讓給江威威嗎 怎麼可能 如果不結婚的話 怎麼光明正當的男路下的才會 江威威不過是一個可以隨時多調的妻子 我們估計的不過是他知道的真相 但是他沒有什麼證據 你的意思是 一個瘋子說的話 你覺得誰會見呢 把他變成一個 没有人愿意相信的疯子 姜薇薇 还好我留了一束 不然这么久 也就都得活在你手里 杜小玉 是周玉在操 你能不能喜欢一次 现在只要铲除掉面前这个人 这个世界上 就再也没人知道是个命 你说 他根本就不是 他说我耳朵失措 是因为脑中 那是因为他提前伪造了报告 我当年失措 明明就是因为 这个你怎么解释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真的很想相信 但这是一尺记手给我的 没让我怎么相信 他竟然怀孕了 不如将其就解雾 萧玲哥哥 他好像怀孕了 萧玲哥哥 他好像怀孕了 你怎么 你再说 你该不会又要怀疑我 想拿这个孩子 威胁你跟父母 或者再给临时 诅自己跟姻母 在你心里 我不一直都是这样的人 这孩子是不是小脸都论的 还不一定呢 你说什么 怎么 所以你就是这样 我 我 你就是这样 我 你也是 哥哥 這個野蠢到底是誰 原來他 這個孩子明明就是 只是這麼多次 他要是信 早就信 是誰的都跟你沒關係 我們已經離婚了 你們不會要結婚了嗎 小林哥哥 我們走吧 明天還要拍婚姓照 我忘了 是媽媽沒有這個能力 把你帶到這個世界上 你放心 有這期 這麼多一期 我們就能見老婆婆 哎 笑臉哥哥 我穿這件婚纱好看嗎 好看 吳迪哥哥 你怎麼不要音音了 音音等了你那麼久 沒有 怎麼事都不要你 那你為什麼要回那個女人結婚 上爺 少爺少府人姚子俠了 少爺少府人姚子俠了 小林老子 攝影師馬上 你要去哪兒 我去找她 這只是她的把戲而已 說不定是她專門設計了 就沒有錯過信息 想要報告我們的婚禮 她騙了你那麼多次 這次肯定也是假的 少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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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舅舅少奶奶 我都是嗚呼的 我親眼看見周一小姐和她的朋友 白症奶奶推下了樓梯 還可以都為了毒雅的藥 要把她直言死定 陸總 我一定拿不說八道 少爺 放手 我查出來了 你在訪問我是不是你 我 哪有女孩子保護男孩子的呀 哥哥保護你就夠了 是 你是爸爸不信任你爸 從小就是我一點一點把你帶他 他真的不是陰燕 林玉妍 我覺得我們 現在都像個蜂子 這麼多年 他花了不少錢吃了耳朵 卻一點青色都一樣 早了是如此 當時就讓他死在青水城 你去十五年前 你去十五年前 我就會愉快死了 林玉妍 去 dig 你聽見小時候的曲子實 啊 那時候 你說你會搞的 他就等了你十五年 其實手鍊也好 身光也不 你願意相信你所看到的 我也從來就沒有看清過你 什麼 你有什麼話 肯定 你有什麼話 先下來你回過來 明依 一切都是我的錯誤 我不求你 只要你別拿自己的手 你看我笑 你讓我做什麼都行 你之前問過的問題 我現在回答你 你是 一年也好 零年也好 我從來都沒想過要傷害你 我愛你 我會再相信你了 爹 爹 別放手 上來 松手 我已經放給你們救了 這次無論如何我都不會放手 十五年前我救過你一次 後來你也救了 我們成平了 我再也不會相信你了 不要 不要 你是誰 你只是路過 你怎麼還不走 那個六歲的小男孩 我們 也去救他 還是去救吧 我去 把你的人守護得很糟糕 我去救他 我去救你 我去救你 你去救你 嗯 嗯 你贏了 你把他从哪里 陆先生不是我公布让你见到他 陈临小姐申请属俘过了 说离开以后 不让你去看他 他也不想见你 你在什么话 你砸我 世诚为大 他不愿意封面你带给他的痛苦 多于喜乐 只有你不见他 才能过得好一点 啊 根就是不想见我 可没事的 根就是不想见 没事 根本一定没事 人爱就是见 只有失去了之后 你的真心 少爷 这是他们的资料 他们一直在骗你 他们兄弟俩一直在骗你 他们兄弟俩一直在骗你 可行吗 就只有你一个人 那等兄弟说的短短穿 我们已经把 周助理和周毅关押起来了 但是他们的嘴巴 我觉得很硬 只是在说 是姜薇薇策划了一切 就算问出来 说的也不一定是真的 把集团和家里的监控全部回复 我要亲自找出证据 把他们送进监品 是 这是在关押他们的律师地上检查 医院那边怎么说 医院那边 还是不同意您去见少奶的 你就这么好 连遗体都不想让我进 陆家一个女仆离职之后 把这个视频交给了我 我觉得把她交给您比较好 变得更好 也会让我吃了 我感觉到你 要不要吃了 就不吃了 男生女孩子保護男孩子的呀 哥哥保護你就夠了 是不是以為嫁給我 東西你就能隨便亂投是嗎 算個什麼東西 不教你 保護他 要有臉 是你 這怎麼是個混蛋 沒死 你們看 這太就是集團接下來要規劃的地址 你就披下来了 您再看这边还有这一片 也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地 姨姨 你还活着 哎先生 你又做人了 不能 我不可能认错人 你真的 我不认识你 我不认识你 我都不会再放手 你放开我 是啊 你连下辈子都糟糟糕不定了 又怎么会在这 又怎么会愿意在这见到我 我看你 您的感动 你 你 你 我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后悔 你回来好不好 今日 有关前陆氏总裁助理周坤 及其妹妹周易 将微微三人涉嫌的绑架案 投毒案开庭 法院一审宣判 判处三人无期徒刑 而事件的受害人 临时前进林语言 于上个月十号去世 你 他们都收到我该有的出说 现在 来 跟别人 toys 你 在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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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